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看看如何用自定义的方式购买阿里云的ECS服务器 阿里云ECS服务器有很多种购买方式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购买官方推荐的配置 价格很吸引人 但是里面会有一些无奈 不一定适合自己的需求 完美的方式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制配置 可是自定义的选项太多了 很多小伙伴难以掌握 通过这个视频 把我的一些购买经验分享给大家 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买家自己手里 首先我们用浏览器打开阿里云的首页 找到主导行 鼠标放在产品上 下拉菜单的第一列 弹性计算里的第一个就是云服务器ECS 点击打开云服务器ECS的主页面 点击那个蓝色的立即购买按钮 这里需要登录 如果没有账号 免费注册一个 登录后 显示的界面就是自定义购买界面 看上去很复杂 之前如果选择过配置 这里会有保存记录 我们先从第一行的计费方式说起 选择包年包月 第二行的地域 比如我的网站北京访客比较多 选择华北的机房 北京属于华北 但是华北有很多机房 另外现在华北5有优惠 关于不同地域之间的区别 点击那个教我选择地域这个链接查看 华北2是北京 华北5是呼和浩特 另外下面对应的价格 可以按照一年一个月 一周来计算 选择一年 然后机房区域选择华北2 就是北京 华北2北京机房 有六个区可以选择 都是北京 每个区域对应的实例有区别 我们选择随机分配 第三行 实例 这块有点复杂 关系到服务器的性能和价格 服务器使用的场景应用不同 选择对应的CPU内存的搭配也不一样 这个实例就是不同种类的搭配 比如我们需要一个入门级的服务器 可以通过筛选器选择一个CPU 就是单核了 一级内存 下面出来两个结果 一个是突发性能T5 每年828 说个题外话 现在这个价格是两兆带宽的 在第二页之前选过 另一个是紧凑型XN4 每年1071元 突发性能T5不仅便宜200多块 性能还高个10% 这是真的吗 大家注意看 这个突发性能T5 下面有一行红字提示 不适用于长时间超过基线 或企业稳定计算性能需求场景 点击了解详情 这个提示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单核一级内存的突发性能T5实力 属于入门级 共享的 举个跑步的例子 它不能长时间的快跑 跑一会儿要歇一会儿 再用3D游戏举个例子 简单的游戏场景可以正常玩 场景一旦变得复杂 计算量增加就会卡顿 虽然我没用过这种实力 但总有一种性能低下的感觉 不能长时间稳定的性能输出 适合那种轻量级的网站应用 比如图片不多 几乎没有视频的网站 访客又少 另外网站主对网页打开速度 没有要求 能用就行的网站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那个紧凑型XN4要贵一些 它不是共享的 一核心一级内存 性能虽然不高 但是能长时间稳定的输出 这两个实力的特性不同 要根据网站自身的需求来选择 如果是企业网站 不想要共享的 要性能强些的 另外网站图片比较多 视频也比较多 但同时看视频的人不多 这种需求可以选择两核心 4G内存 选择通用型N4这种实力 价格是每年2692元 如果有很多本地视频 选择5兆带宽 另外两核心 4G内存也有突发性能实力 价格是1400多 便宜不少 买家根据自己网站的情况选择 第四行 镜像 这里主要选公共镜像和镜像市场 公共镜像是选系统 选版本 自己安装和管理服务 Wordpress网站不建议选择Windows系统 镜像市场 现在比较热门的是宝塔面板 免费的 可以通过后台来配置环境和管理站点 如果服务器上面的站点比较多 推荐这个面板 第五行 存储 默认是一个40GB的系统盘 高效云盘比SSD云盘要便宜点 如果网站容量不大 40GB也是可以的 自己多备份 如果网站内容很多 比如又有很多的视频 可以添加一个数据盘 第一页选好之后 我们进入下一组 第二页主要是带宽 这个带宽与网页打开速度成正比 长时间使用 建议至少2MB起步 预算充足的话 建议4MB起 用起来会比较舒服 下面的安全组勾选80端口 如果有HTTPS 也勾选443端口 看好价格 点击确认订单 这个是订单摘要页面 看看选择的是否正确 没问题确认下单 然后支付即可 购买ECS服务器 除了自定义的方式 还可以使用阿里云官方推荐的购买方式 在ECS产品的页面 有两个标签页 企业级和入门级 Wordpress网站属于入门级的 第一个是每年593元 这是一个突发性能型T5 它的带宽是一兆 两兆带宽的价格是828元 如果选择华为5的机房 现在有优惠 单核一记内存 一兆带宽的价格是561元 也是确认订单 支付购买 下面说下第三种购买方式 叫一键购买 在那个自定义购买的页面 左上角有个一键购买 这个界面简洁很多 缺点是实力不多 只提供几个常见的实力 都是共享的 不能选择金箱市场 阿里云ECS服务器 这些参数会经常发生变化 这个课程仅供参考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